除了新上映的蚁人2 黄蜂女现身 相信最能让观众感兴趣的当属明年上映的复仇者联盟4的 虽然漫威官方和演员们对电影一直在保持节目 但是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近日关于复联4钢铁侠的一幕就被透露了出来 近日根据推特ABCSU爆料钢铁侠 小罗伯特唐尼Roberto Delitra就在为复仇者联盟4的采访中 无意揭露了电影的几大细节 托尼会见到苏里并且还会前往阿坎达 并且这张照片就是复联4中托尼的造型 金色的头发以及灰色的胡须 而苏里的造型则与复联3中的类似 根据唐尼在复联4中的外观变化 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细节与复联3相比 托尼的外貌苍老了许多 这显然表明了复联3与复联4期间 托尼经过了几年的时间 以至于让他的外貌都发生了变化 而对此就让媒体十分疑惑 从之前复联4的剧照中看来 钢铁侠 美国队长 蚁人 绿巨人 只有钢铁侠的外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而且只有他年纪略显苍老 至于蚁人则与蚁人二中的造型无异 美队更是复联1的样子 由此可见 钢铁侠将会成为复联4的核心角色 托尼可有着家长的责任 他不仅将成为他和小辣椒孩子的父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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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